大五乡长补选经过激烈的选情之后 终于是告一段落了 最终是由大五乡民代表会的副主席 也就是国民党籍的王景昌挑战成功 并且进行的卸票行动 感谢大五乡亲的认同和支持 台东大五乡长补选经过前一晚的激情后 最终由现任大五乡代副主席当选成功 14号依照支持者在竞选总部集合 进行卸票行程 民众也在路边民放鞭炮 为当选人王景昌来请贺 这场乡长补选 从前乡长黄振兵当选立委后 选战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每天的行程相当紧凑 王景昌表示 感谢家人跟团队的支持与努力 乡长的就职最快在10天内完成上任 孤选一路走来 其实感动满满 各位乡亲的爱戴跟支持 是非常感动的 对 然后今天景昌顺利当选 是他责任的开始 他不会辜负乡亲对他的期待和期望 然后其实最终还是要谢谢各位 长辈好朋友们的支持 这场乡长补选任期大约有两年半左右 若下届顺利连任 乡长任期最多只有六年半 但王景昌表示 不在乎任期的长短 只要认真做好每件事 一天当两天用 带领大五香迈向更好的发展 这将节大五香迈向更好的 谢谢大家